法医、法医物证 同事DNA工作27年 留在现场的一些生物痕迹 症状态中最关键的一环 我叫王永熙 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八支队 同事法医物证方向DNA检验定的法医 我们这份职业呢 就是发现嫌疑人留在现场的蛛丝马迹 然后把它找出来 病理法医他们会更关注 受害人身上的各种反应 我们呢更关注于 嫌疑人有可能会 以什么样的方式 在现场留下各样的生物痕迹 我们去到现场 会对现场有一个 整体的这个勘察过程 对这个案件侦破 有帮助的这些物证 我们就会给它标记下来 就像电视上大家所看到的一样 拿着小镊子 拿着小包装袋 根据这个重要程度 以及大小 进行分门别类的提取 给它单独包装 然后带回实验室 每个现场不是千篇一律的 重点要寻找什么样的生物症 你要根据各个现场的不一样 来分析 那些什么马桶呀 或者垃圾楼呀 我们肯定也是我们 繁早的对象之一 扎乱叉不是我需要客服的东西 但是吧 可能刚开始接受工作的时候 对这个尸体来说需要客服 因为你接受的还有好多腐败尸体呀 高腐的尸体呀 这是刚开始参加工作需要客服的心理 提取到了DNA 通过这些技术和仪器 让它呈尺处级别进行放大 最后再通过遗传分析仪 把这些放大的DNA检测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检验的 那两个现场血的一个分型 这两个人的分型不一样 说明是 这个是X说明是一个 现场有个女性的血迹 这个SY说明现场 还有一个男性的血迹 原来我记得我们最早提 这个血液的一个精英 要提10毫升的大管子 要离心 甚至肉眼能看到白细胞了 一坨一坨的 才能做勉强做出来 最后到一个烟头就能做出来了 现在看不见的我都可以做出来 随着二代测试技术 甚至三代测试技术 在公安系统 甚至在生活监定领域广泛应用 我们可以期望的这个前景就是 我们不仅通过底液 可以做期限鉴定 做统一认定 还可以做生物刻画 比如说 你这个人有多高啊 长什么模样啊 刷案皮单眼皮啊 这个头发的颜色呀 包括你是从哪来的 都可能会实现这种 犯罪嫌疑的生物刻画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研究 就是准备把这个 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 用在法衣鉴定领域 帮我去在侦查破案 在庭审诉讼上 发挥第一更大的作用 电视剧中的法衣呢 就是工作和谈恋案 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出现场也不会穿着黑风衣 开着那个大窃去 我们就是最普通 穿着我们最朴素的勘察服 进到现场之后 把自己包裹严实 我们的共同点 每一个人的初心 都是要破坏案件 为受害人申冤 最有成就感的一刻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检材做完了 发现了嫌疑人的分行 我们特别自豪 我们是为老百姓做过实事的 也是能够做很多实事的 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 你要是一个人 一个职业 能为老百姓能做点实事 能解决点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做点事 这不就全社会不就好了